各位觀眾大家好,歡迎收看我們技巧小學第二集 這一集會交到重砂斷氣甩尾飄移 側身段位轉後點噴 和快速出彎w噴 進入彎道時,指法都跟斷位雙噴一樣 只要在中間加上兩個煞車即可完成 那就帶大家用原本的速度看一次 斷位甩尾飄移 因為這次初階教學,所以教的是斷位飄移的方式 進入彎道,按下甩尾鍵,接著按下兩次正方向鍵 接著再次按下飄移鍵和反方向鍵 那我們用原本的速度再放一遍 側身段位,是建議初學者比較後面在學習的技巧 進入彎道,按下正方向鍵和飄移鍵 飄移鍵按住不放 用正方向鍵刷至反方向鍵 拿到正位飄移可入彎角度時 再直接由反方向鍵刷至正方向鍵 即可完成側身段位 只要再按下C++就完成了 如果看不懂的可以再重新播放一次 那我們就用正常的速度看一次 撞後點噴,是在某些特定地圖會用到的技巧 也算是失誤後補救技巧 這個技巧的技法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你撞到牆之後 輕輕點下飄移鍵 以及方向鍵的位置是看你現在的角度而定 那我們就用原本速度看一次 快速出彎 W 噴 進入彎道,按下正方向鍵飄移鍵 小噴亮起放掉方向鍵 再點兩次方向鍵完成快速出彎 之後再按下小噴延續彈器或CW噴即可完成 那我們今天的繼續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,掰掰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,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到我們下部影片見到我們下部影片見到下次再見